都要严防豪大雨带您掌握气象局的说明 并且在每三小时也会滚动的更新 比较精细的预报资讯 提醒大家要留意气象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 而我们也会根据监测资料来适时的滚动更新 豪雨特报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 提醒大家留意 我们从累积雨量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到目前为止 在整个南部地区还有屏东 都有明显的累积雨势 在这些南部地区雨量都已经来到100毫米以上 而在午后对流云气发展比较旺盛的状况之下 整个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一带 部分地方的累积雨量也都有来到70到90毫米左右 今天的最大累积雨量目前在南部地区 是出现在高雄市的平地 已经来到了212毫米 而在这当中其实也伴随了明显的短延时的强降雨 由于环境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 不管是在南部地区受到一波一波的对流云系 从海面移到陆地上面 或者是中午过后在热力作用的加成之下 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有一些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出现 我们从一小时的雨势上面记录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最大的室雨量是出现在台北市的山区 有来到114毫米 而在上午的时候呢 高平地区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移入 造成明显的强降雨 在高雄的平地室雨量来到96毫米 在台南的平地也有89毫米左右 那气象局在这样子比较显著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情况之下 也有在这些时间点 比如说像是上午的9点18分和下午的1点17分 针对台南高雄的沿海以及大台北的山区 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 这之间也伴随着细胞广播 也就是在当地的民众可以收到简讯通知 提醒大家当地的民众留意短延时强降雨 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降雨情况 目前在各地山区还有北台湾这边的 午后对流云系已经有逐渐消散的趋势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看到 有对流云系断断续续从海面上往陆地上移动 今天南部地区的降雨是比较持续 而且有时候比较明显的 随着西南气流影响的范围有往北扩展 目前在澎湖以及中部地区 也可以看到也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比较强的对流云系 从海面上移动到陆地上 因此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整天 还是要提醒大家留意这样子比较明显的降雨的状况 目前西向局持续发布大豪雨特报 要提醒大家 在台南高雄以及屏东是豪雨特报的范围 而在澎湖还有宜兰以及云家地区跟南投的山区 台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 在未来的降雨趋势方面 我们看到定量降雨预报 在大规模豪雨的作业期间 我们将会每三小时滚动更新定量降水预报 而且在前六小时是每三小时 就有一张定量降水预报的预测图 而目前最新的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 在中部地区的降雨比起白天是趋势增多的 南部地区也持续会有一些显著的降雨 其他特地则是有一些断续小雨的状况 那到了11点到凌晨2点的这段期间 整个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是加剧的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 那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清晨 以及到了明天的一整天的状况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明天的清晨2点到早上8点的期间 中南部地区每六小时的累积的雨量 是可以来到90到100毫米以上 而在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2点的这段期间 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 甚至在北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 会有一些午后热力作用加成之下 造成降雨更加增多的状况 因此要提醒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上半天 在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是最为显著的时期 而在中午过后呢 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震雨发展 由于环境相当不稳定 需要留意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现象 那所以说在明天的中午过后 在各地山区跟整个北部地区 还是要留意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震雨 造成的强降雨 那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在西南气流的影响期间 中南部地区都相当容易有豪雨 或是大雨出现 南部地区甚至容易有局部的豪雨 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 而在中午过后 午后对流云系会发展比较旺盛 所以明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山区 都还是要留意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震雨 而在连续降雨方面 南部地区其实过去几天 已经连续都下了比较明显的降雨 而未来的情况呢 也还是会持续 所以说要提醒在山区呢 因为连续降雨 土石会比较松软 那前往山区活动的话 还是要留意 有可能会有一些摊方落石的现象 那强降雨呢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烟积水的状况 这主要是由于中小尺度对流系统 在影响的期间 容易会造成短延时的强降雨 甚至累积强阵风 那如果说遇到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当地呢 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烟积水的状况 而在雨中的行车用路 因为视线不良 陆地比较湿滑 也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那目前呢 由于整体盛行的是西南风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 还有澎湖马祖的风力 都是比较偏强的 沿海容易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那甚至有时候呢 在受到对流云气发展 比较旺盛的影响之下 也可能因为中小尺度对流的影响 造成有些强震风 甚至雷击等剧烈天气现象 那气象局呢 也会根据现况的监测 适时而发布大雷与直直讯息 并且滚动更新豪雨特报 也提醒大家 留意气象局所发布的最新天气资讯 以上是这一节的天气说明 这一节的天气